亲爱耶稣 为什么我总是想讨好别人 怎样看自己都不顺眼 为什么我一直想自杀 你知道童年的一些过往 它能影响你成年后的人际关系 自我肯定与人生抉择吗 9月1号 台湾教会合作协会妇女关怀小组 在济南长老教会大礼堂 举办童年经验探寻研习会 这场研习会特别邀请在台湾从事家庭教育 亲职辅导 心理资商多年 且相当资深的薛崇升老师 带领大家经由探寻童年的经验 解开困扰情绪的心结 研习会一开始 薛崇升老师回想参加探寻童年记忆时 从父母的吵架中 看见了自己难过伤心 害怕孤单的情绪 爸爸妈妈吵架的时候 那天好像冲突还蛮大的 然后小时候有竹凳子 我爸爸就拿起竹凳子来 然后去敲了妈妈的头 然后妈妈就这样子 血流不住 然后妈妈的反应就是冲到了家门口 那天还下着雨 真的是意境太符合了 然后他站在那边 那时候我觉得我以前已经忘记这个画面 可是在那个童年课程里面的时候 好像讲到那个阶段就想起这个画面 那对我的意义是什么呢 就是那个孩子 我去读懂了他的情绪 看见父母亲冲突的那个小孩 他的情绪的感受 其实有很多的是难过 有很多的伤心 有很多的害怕 但是我读到一个东西 叫做孤单 薛崇升老师进一步指出 探寻童年经验 目的并不是要去怪罪谁 探寻童年 真的我们 我这样子看回去的时候 难道我们要开始怪罪 对不对 我爸爸妈妈真的是 明明信耶稣的人 怎么还会吵架呢 如果我们回去看这个 所以怪罪父母就不是我们 重新回忆童年的目的了 如果我们回忆童年 只是为了讨债的话 我们心里面累积的负面情绪 就会越来越多 所以我很需要是从上帝的眼光 来看自己 来看童年的 如果我们童年经验 对我们现在成人来说 是有影响的 那那个影响 要被重新看待的时候 我要带着什么样的一个眼光 薛老师说 从上帝天主的眼光 不仅回顾了伤痛 也要试着寻找童年的养分 发现爱 有没有好事发生啊 哪怕是那么一咪咪 就要很用力 很用力 很用力地去想 所以我们去童年里面 找到一些养分 就像我想到 哎呦 好像小时候我爸爸有一个手艺 叫做做风筝 就是曾经听我伙伴分享 他爸爸会做风筝 叫他们做风筝 然后全家去放风筝 我就突然想到 哇这个怎么没有被我记住 要别人说的时候 我才想说 我们家也有耶 哦原来 好像还有那么一点点快乐的时光 然后我还记得 有一次我好像生病 在家 我爸爸居然问我说 我带你去石门水库玩好不好 我就 天下红雨 就是 就那么一次的经验 是我跟爸爸 他只带我一个人出去玩 虽然在那个成长历程里面 那么少 可是想起来 你也不能说他不爱我啊 所以我们很需要去寻找 如果我们能够找到一些好好的经验的时候 你就不会全然用负面的语词来定义你自己的童年 薛老师邀请现场的朋友 试着回想童年的快乐经验与他人分享 随后薛老师从心理学专业的角度 与大家分享童年的悲惨或喜悦的经验 会造成日后自我肯定与否定的种种面向 最后薛老师以一句话作为总结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 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 蒙恩的人呢 真的一生都被上帝治愈 这是我们的盼望 你看上帝的话一定比心理学家的话更棒 对不对 我们一生都被上帝治愈 一生都被上帝治愈童年 此下安慰一样 十方我全人的自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 幸运